红色长裤的妇人下计程车半信半疑地往派出所走 旁边陪她进来的人是小黄问江 接着向警方说明来意 原来她怀疑后座女乘客遇上诈骗 妇人秀出手机这名自称在夜门当占地医生的男子传来讯息 声称想把重要物品寄给妇人保管 但恐怖分子却袭击营地抢走所有钱 要求汇款五千元美金折合台币十三万八千元 否则包裹会被扣押 但能及时阻诈最大工程不能忘了她 夜门那边有遭受恐怖攻击 所以需要五千块美金 然后才有办法交付这个包裹的 她就拿她的LINE给我看 那个LINE一看内容就完全就是那种诈骗的内容 穿了衬衫来到派出所43岁的林建年 就是当时代妇人报案的热心问奖 开小黄资历大约三年 14号中午夫人在西门中华路上车 问海关在哪 海底妖男朋友夜门占地医生 要她汇款明显有诈 紧急劝她求助警方 你去基隆海关 然后你把钱汇出去了 有可能就变成帮凶 对这部分的事情处理也没什么经验 那警察局比较有经验 那我们就是去警察局看看 原警阻止她继续汇款也加以宣导 诈骗权人的话术有哪些劳梗 哪些破绽确保她不会再上当 虽然问奖和女乘客仅一面之缘 自己也辛苦工作 知道赚钱不易 当下发现是诈骗 好人当到底 成功保住乘客的辛苦钱 TVBS新闻将没有关于Table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